祈老手拿着芒草 念者导词祝福祭品 为金门联合逢年节揭开序幕 而远从花莲浊西来的布农族人 演绎珍贵的猎枪记忆 展现出对大自然及神灵敬畏的信念 邀请了我们花莲特别特别的来宾 就是我们花莲浊西乡太平发展社区协会 来助政说来这边一起跟着我们原住民族同乐 我们祭枪记载在封要办这个摄尔祭前 一定要去上山狩猎 但是我们最主要枪支一定要给他祝福我们枪支 刚才最主要是让我们的枪支 能够再次上山的时候能够大丰收 族人分享祖先的山林智慧之外 金门大学的原民学生也在会场摆设摊位 分享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 今年也很特别 就是有活动的一个宣导 十六族的介绍 然后有讲争达 所以大家刚刚看到我们这边的摊位 应该是最受欢迎的 然而对于金门来说 原住民族扮演着重要角色 付出的劳力不仅出现在建设层面 军事上的贡献也让台东马兰部落的族员前来慎重追缘 我们特别的高兴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金门 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展现我们阿美祖的歌后 同时我们以特别敬拜的心情前来823炮战 我们的金门队的成员在这里阵亡的主席来做击败 原住民的那种乐观进行 刻苦耐劳的那个精神 我非常的佩服 原住民在金门 其实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金门的一些建设提供很多的一个贡献度 透过联合逢年节不止联系了1300多位族人情感 华东族人的共享盛举 是让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魅力 在金门深耕茁壮 原视新闻感谢您的金门金城参访报导